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开始来学习一个 我认为Python的这样的一些高阶知识里面 最有用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好 那么说到装饰器 我用我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经验来说一下 装饰器可以说是我在写Python的时候 用到最多的这样的一个高阶的知识 好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到过了 Python里面的这样的一些高阶的函数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进阶的知识 并不影响我们去编写这样的业务代码 我们不用装饰器 不用能不能表达式 不用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的编程 同样可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对于装饰器来说的话 不管你用不用 我都建议大家好好听一下 为什么 你自己在写代码的时候 不用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去使用一些框架 比如说像我们的 Shareweb的Flask框架 或者是其他那些内裤的时候 这些内裤或者是框架里面 将有大量的装饰器出现 如果你不懂装饰器的话 你是很难够 你是很难去理解 这样的一些框架 它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内置的功能 换一个层面来讲 装饰器确实是非常的有用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也给大家聊到过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装饰器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并不仅仅是python所独有的 实际上来说的话 装饰器它更多的是一种设计模式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了 在C-Shareweb里面 有一个类似于python装饰器的 应该是叫做特性 好 那么在Jawa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机制 叫做这样的一个注解 好 那么我个人认为学习装饰器 直接给出装饰器的概念或者是意义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对于装饰器来讲 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装饰器 最关键的还是要理解装饰器的使用场景 以及装饰器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搞清楚这些才算是真正的理解装饰器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听我们这个课程的时候 应该也是有一定的python的基础的 那么对装饰器也有所了解 但是我猜的话 大家对装饰器的理解还是挺模糊的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 大家可以对话入座看看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看装饰器的资料的时候 确实是看得懂的 很好的使用装饰器了 好 所以说我讲装饰器的方法是采用的一个 逐步演进的方式 来最终推出装饰器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和作用 好 好我们随便定义一个最简单的函数 比如说F1 好 F1我们先用战略符把它站住 好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函数 函数的实现非常的简单 它的作用就是打印一句话 写一个方式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函数定义 好 那么有一天 我觉得现在函数F1 不能满足我的业务的需求 我想在函数的里面打印 这样的一个函数执行的时间 好 那么要打印时间 我们就需要知道当前的时间是多少 对不对 好 Parse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time模块 通过调用time模块下面的time函数 可以得到当前的时间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模块下面调用一下F1函数 接着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模块 好 我们会发现打印出了结果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time.time函数 它指定的结果并不是我们常见的 这样一个2017年10月6号几时几分几秒 它是一个很大的整数 那么很大的整数也是可以用来表示时间的 而且它的时间表示的是更加精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后面的小数点有多少位 1234567有7位 它表示非常精确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在计算机里面有一个叫法 叫做时间戳 或者全称 这应该叫做UX时间戳 好 把它写一下 好 很多同学可能不了解 这个UX时间戳 在我们的编程里面弄到的是很多的 我们经常在数据库里面 数据库里面会存这样的一个时间戳 用来表示时间 我简单的复制了像这样的一个定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具体的大家可以上次自己查一下 它很大的整数 它的单位是这样的一个秒 它是以隔离位置时间1970年1月1日 0时0分0秒起到现在 就是当前的我现在说话的 我刚刚运行函数的时间的一个总秒数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第一 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么很多同学们认为 我需要在一个函数里面打印 函数当前的执行的时间的话 加这样连续话就可以了 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完成了我们的需求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假如说我有一百个函数 比如说我这里还有F2 然后我还有F3 F4 很多个函数 如果我要求所有的函数 都需要自带这样的一种打印 它执行时间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函数的内部 都要去加上这样一个Printed Time Detection 好 那么加上一句代码 看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违反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当我们的需求产生变更的时候 尽量不应该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函数 或者是类或者是对象下面具体的实现 还是我谈到了这样一个原则 对修改是封闭的 对扩展是开放的 这就是我们编程里面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开 开闭原则 我们现在需求变更了之后 我们现在是强行修改了这样一个F1的定义 所以说这个是违反了我们对修改是封闭的 这样一个原则 拒绝修改 当你的需求产生变更了之后 修改代码是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需求都变了 你说你拿原来代码还能运行吗 肯定不能 但是我们要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尽量不要去修改函数或者是对象的定义 应该通过扩展一个函数或者是来扩展一个类 来解决我们需求变更的问题 好 那么下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演化的一个关键点 大家注意听 为了解决很多个函数 F1 F2一直到F100都需要打印它当前执行的时间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函数式的特性 在这个地方编写专门编写一个函数用来打印时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好,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它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名 PrintCardTime打印当前时间 好,然后这个函数的内部 就是打印这样一个time.time 好,然后我们给PrintCardTime函数增加一个参数叫做funk 这个funk我们会接收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PrintCardTime的函数内部 再来执行传入的这样一个函数 调用它 好,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式 编程的一些原理 我们的函数是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函数的参数 被传递进来的 好,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的需求变更了之后 我把这些不要代码删掉了 原来代码的f1f2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打印时间的 那么现在的需求变更了之后 我如何通过我新增加的函数 来为每一个f1f2一直到f100增加打印函数的功能 打印时间的功能 好,很简单 PrintCardTime F1 好,同样 f2 把f2放入参数传递进来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是不是一样 好,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什么 现在我的f1和f2都可以在原来的功能 打印的功能的基础上面 新增加了一个打印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好处就在什么地方 好处就在于 我们并没有违反我们的修改式封闭的原则 我们并没有改变f1和f2 甚至是f100的这样一个内部的实现 我们巧妙的利用了我们函数式编程的一个特性 把我们的函数传到另外的一个函数里面去 然后在另外的一个函数里面 通过打印时间 最终完成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变更 好,那么如果我们不想使用这样一个装饰器 那么像我所演示的 新增加一个函数的这种方式 不失为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够好的 至少它不够优雅 好,那么我说一下 这样的一种方案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很多教程或者是课程在解释 这样的一种对于需求变更的处理时候的缺点 我觉得都没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关键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于打印时间 打印时间这样的一个新增加的需求 它们是属于每个函数本身的 并不是属于新增加的这个函数的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强行的 在每个函数之前 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打印时间 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打印时间 它并没有体现我们函数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其实你的这样的一种写法的话 和这样那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和这样一种写法完全没有区别 我首先调用F1 然后就调用F2 然后我在F1执行之前 我就先打印一下时间 time.time 然后F1执行完成之后 在F2执行之前 我再打印一下time.time 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个人认为和它是没有太大 和这种和我现在写的这种写法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好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我们新添加的这样一个业务逻 这种科技依然可以和我们老函数绑定在一起 体现出是对原来函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增加 但是同时又不去更改函数内部的实现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装饰器要去解决的问题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整个的思路 我并没有直接给出装饰器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是一步一步的来推导的 那么我希望推导这个过程 并不是说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重点还是让大家要知道的是 装饰器的优势在于什么地方 因为装饰器这个优势 它同样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只能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推导 在过程中让大家感受到不用装饰器的缺点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